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根笔是这个 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最近因为有用上淘宝了 然后就 毕竟就开始看到不同的另类的一个干笔 因为常规的我觉得大家也看了很多了 我就想试一下一比较另类的 而且它价格比较便宜 我也不敢说一只一两千一两千这样买 对吧 然后这样子这根笔 有金豪的一个笔 但它不是用金豪的肩 它是用一个什么BOM 那个ZIP的一个肩 就是那种沾水笔的肩 它是一根改笔 这根是 这一点上面是 啊,不能转 我以为是活摘的 然后这个笔是这样子 直接拔开 然后这一根是金豪的什么笔呢 我回去查一下 其实你看我标题肯定会有了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因为这个笔 我有时候分不清 但是金豪有一根跟万宝龙149的尺寸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它不是活摘上模 怎么说 尺寸肯定一样的 但手感重量感一不一样 我不知道 我不确定 那个是金豪159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这根笔是这样子 然后14厘米 啊,比较长 然后直接插拔的 我个人讲 我是喜欢插拔的那个笔 然后18 哇 这感觉 然后整根笔首先非常重 呃,哇 这个看起来 给你们打个看一下 哇 非常重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一个皮革 所以就 嗯 所以就 不认没有用重量的声音 换下别的 对 大理事上面就不一样了完全 呃,笔上面 这个是那个一个塑料 就,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就是 呃,这种应该是哪个silicon吧 我不确定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那个coating 就是说它是喷上去的 还是说本身模具出来是这样子 喷上去的时间久 结果还联手一定的 然后有个小环 对吧 嗯 但我觉得这个比,比握这个有个环 有时候不懂 就真的是专制性 然后这个就也是专制性皮革 整根是也是那个黄铜的 因为钢皮主要材料嘛 这个是铝合金的 毕竟本身比较少 呃,然后这样子 给看一下里面 哎,里面放是 算是处理的比较干净的 呃,其实里面我 我觉得没什么会在意 你看很干净啊 而且有种白色 呃,笔架上面 呃,也是一个冲压剂 呃,有点 有点硬 拔不起来 我我筋不是很大那种 呃,这个也是那个黄铜的 对吧 对,也是黄铜的 基本上能看清 对,里面底部那个黄铜键 呃,这个就不说那么多了 这种不是很重要啊 然后整根笔的话 我看一下多长 书写起来的时候拿一下 书写起来的时候拿一下 书写起来的时候是这样 呃,还可以 就整根的话 可能他拿笔本身也比较那个低 然后看了,你们看到这种笔件 对,就是粘水笔笔件 基本上就是 哇,好劲啊 真的,真的不要刺 因为他批上嘛 所以说这个 笔件比较尖也是非常正常的 呃,基本上都不会有本理点了 基本上就真的是这张嘴笔 呃,呃,然后整根笔弹性 我这么锁一弄 其实弹性都很够 然后就先上下墨吧 大家最近最喜欢的一个时刻 就这样子 哎,这样拍视频方便太多了 真的 嗯,然后整根我就先放进去了 但其实为什么用这个材料 我不太懂,为什么 因为 我不知道插上去是什么感觉 因为没见过有材料是用这个当一个笔 我用这种塑料单笔握 就不知道 但,哎 上墨效果还是,还是ok的 改完 上墨,哇 好,那个先放一边去 然后我拿一下纸巾,还是擦一下 但是这根笔件比较长 笔握部分真的很容易弄到 我就说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笔,笔握那种就是说 我还是喜欢像那种 比较光亮的 就是说比较亮的,亮的那种 塑料或什么的 就这样子好差一点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一种 我不太喜欢那个 其实五一那个笔握我不太喜欢 有时候你看 哎,就弄到了 就这样子 好,那个我先写一下 哎,这次我过一位 这个笔我买了一个字条 我来试一下 但是我当然,我们先试一下正常的 这个是今号的,对吧 哦 今号其实不用正常写 正常写是什么 基本上 哇 好细啊,好细啊,这感觉 这感觉真心细 好细啊 我自愁不要太介意了 哇 这细细的感觉 但是有时候可能太细了 哇 这个感觉 哇 还不错 就是用起来很实用 非常实用的一根笔 就这样子横着 对,横着可以这样子 然后 可能批刷的时候 哇 这,哎 果然会断水 你看 刚刚我PSG上面没有划出来 可能要写慢一点 哎,对,这样子可以了 还行啊 哇,这根笔很不错 而且才几十块 呃,我买是差不多30人民币 然后那个 不包肉费啊 然后那个 港币的话应该是 你就算36左右的港币 然后台币的话就120 哎,相当划算的一根笔 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改巨仙则改的 就是 你即使买那个百乐的 我这样 百乐的那个 哪一根呢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就是 即使是什么 或者白金3776 还摆了那一根 我觉得那根也挺贵的 反正就是也有那个 嗯 SF间吗 还是F 而不是FA间吗 那一根笔其实也会有 就是说断水这个问题 我现在这个看也还好 还OK 你看我刚刚又断了一下 但我觉得还行 嗯 能接受 因为价格问题嘛 对吧 反正就是外观不是很讨好 我个人来讲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外观 嗯 但是你这么一看 对 无印呢 其实对比回去 我以前做评测的笔 都是比较细的 那现在这么一看 这个就更新 但这个不能 不能那个什么 平常书写啊 先跟你们说 不要拿来平常书写 真的不要 嗯 然后这个我拿一下 我那个字帖 试验试一下 哎呀 真的是过一 我也一根 我也一根笔 然后买个字帖 我也是够了 哎 怎么怎么叫无聊 就是真的什么这种 拜拜 然后我随便拿一页来写吧 然后我就 呃 我随便找一页吧 那就 等一下哦 拿一下那个 还要拿一下那个字 那个字 等一下 找一下那个字 因为我没有练过那个话题 然后就 所以也没法直接写这样子 因为我不是水电子的 我真的是 纯粹就是说 想买笔来玩 然后我就玩 就这类 就说你看我对那个钢笔 其实书写什么 很多都不是特别在意这种 也奇怪 而在这 我就拿一张纸 再试好了 好 就这样子 OK OK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哎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随便 我现在在学法语 然后就 你看到这个钢笔 能不能看懂 都 不关紧了 然后这样子 射写一下 哦 我先试一下小 哎呀 好像还是他这样子 好像不是特别 那个 是我的 我估计是我的问题 不到会用 还是说这种拷贝纸 他不适合做这个 嗯再来再来一个哈 嗯 上网店家跟我说 如果不行就沾一下水 那就OK了 那我就沾一下 我先沾一下水 哎果然 沾一下水就好多了 嗯因为 哦可以了可以了 就是说改间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不行就 就是是白了那个 而且这个皮 比相对讲 比较那个便宜 然后可能不行 我就再沾一下这样子 啊这样就很保险啊 对 哎可以真的 好像不行也 只多沾几下 嗯哼 好像跟沾水比还是那个 但是他本身是属于钢笔了 我觉得 可以这个还是可以去 尝试一下 这个还是要使劲去尝试 这个还是要使劲去尝试 但这个 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 毕竟我不是 我不是一个会写 那个 话题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比 值得值得玩 这样子 而且平常练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 他们练的话是 他们练 我不知道是怎么练的 又知道朋友可以给我说一下 我也想玩一玩 就是 难道这样吗 还是说八字 这样 压 哎 好像真的是这样 对 嗯好像这样子 还是还是挺好玩的 我发现还不错 这个比我挺满意的 毕竟 怎么说 也不肯要求他跟沾水比一模一样 对吧 这个比还是有空可以留来给我自己玩玩的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然后就不喜欢的我的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不喜欢吧 好 好 â